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特的湖形景观桥外观 横跨万海巷两侧渔港 搭配360度的无敌海景 烈阳下山光水色映入眼帘 这里是基隆万海巷跨海景观桥 基隆市政府赤支5000多万元打造景观桥 平常假日都吸引不少游客 但民众却发现桥的钢梁出现了锈石 质疑工程品质 那这个材质我们就不懂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锈面 那因为海峰它测试过吗我不知道 这种东西就应该是 绝对应该是疏离保养的 这种东西就单着那样子 至于小铁结构我是觉得还好 那个钢梁深究应该还不会很危险 只是以后会怎样我们不晓得 脱落的铁皮就掉落在草堆里 民众担心这些碎片会不会掉落砸伤人 将影片PO上网 不过基隆市政府产发出说明 桥梁使用的钢材叫做耐厚钢 是在钢材加入铜锅等耐腐蚀元素 在自然气候下生锈会形成保护层 完工三年内会有剥落现象 属于正常情况 竟然有许多民众来询问我们 外海巷警官桥是不是有损坏 或是施工不良的情况 那其实不是它是一个耐厚钢的特性 那市政府这边也会在桥的两侧设置说明牌 向民众说明这个腐袖腐蚀 是一个经过设计的情况 那相关的腐袖的脱落也是 时间必经的一个过程 那未来它会形成一个更好的保护层 那这个桥体更坚固 那不会受海风的侵袭等等而造成损坏 市政府说明会在海边使用耐厚钢的材质 除了符合渔村文化的景观元素 也可以节省保养经费 未来将在桥梁周边设置解缩牌 让民众认识桥梁的结构安全 也能够避免民众误会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导